二战中日本作为战败国受到了美国长达半个世界压制 究竟原因竟和他们两大军程之间的内战连快干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各国家军程之间的矛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矛盾冲突严重到日本海军要造坦克伤案和陆军要造航母下水 这还是独自一家 日本海陆两军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恶劣呢 这还要从幕府实际说起 当时日本新南的四大藩树国联合天皇进行挡步 其中长州藩和萨摩藩就是如今陆军和海军的前身 在将政权还给天皇之前 长州藩一直都冲在战争最前线为日本天皇抛头颅撒热血 而萨摩藩不仅甩滑头躲避冲锋陷阵 甚至还有叛变的倾向 于是在那时期他们就互相看不顺眼 下来就是李德双多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 本土资源非常匮乏 对投入到军事上的费用给了陆军就顾及不了海军 而给了海军陆军就拿不到多少了 为了这些有限军费 船航已一直展开这激烈的争斗战 但最后的赢家却几乎都是海军 因为岛国还是阻挡海上军事力量的 甚至在日俄战争中 虽然最大的工程是陆军 但风头还被海军出名的对马海战抢去了 并成功几身世界海军全武强 照理说虽然在平时内战严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大敌当前 任谁都会暂时把孙恩怨跑出脑后一支对敌 但他们却不这样想 甚至为各自划分了货贼区域 那对方被打成什么样 只要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 这不会痛手救援 看见对方被打到了滑流水 他们还会放火把庆祝 不仅如此 日本的海军和陆军 还各自造了自己的战斗机 不仅两边飞行员的上级方式不同 虽然螺丝钉都是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引的 双方的飞行员 谁也不会开对方的危机 内战闹成这样 也是有潜力了 不仅如此